哈喽你们好这里是风车 那么本期给大家带来一期有关于龙心的视频 那么我在网上呢看到了很多人对国产电脑和系统有很深的误解 以下问题都是摘录于网上的 风车只是摘录了一部分并抛砖引玉的做出自己的回答和思考 风车希望有更多的专业人士可以站出来 让更多的观众立体的看待国产电脑国产系统这件事 如果你有什么火气和不满 请冲着风车一个人来 咱们一对一的互相伤害 风车抱着很大的决心做本次视频 也做好了被喷被骂被指责的应急预案和心态调整 所以没有觉悟 请不要轻易的出言不逊 风车虽然不是这方面的大佬 但也会拿出所有的能力来与你争个对错的 那么第一个问题 为什么龙心电脑不支持Windows 这个得分几方面来看 那么第一方面呢是龙心的架构和指令集 它用的是MIPS 这个不太会念 而Windows呢和X86是绑定的 基础都不一样 当然无法支持了 那么第二方面呢也就是龙心的目标 龙心的目标呢 它就是用来对抗Wintel体系的 也就是Windows加英特尔的体系 它要做成Wintel和AA的这两大体系之外的第三大体系 那么从这个角度的出发点来看 它为什么要支持Windows呢 如果只是硬件自主 软件不自主的话 我们还是会被掐住脖子 从长远的角度上来说 只有软件和硬件全部自主可控 才是最终极的解决方案 虽然很难 虽然很远 但是我们也要向这个目标去追赶 那么第二个问题 为什么龙心的进步那么慢呢 现在的芯片可能还是英特尔十年前的产物 怎么说呢 我希望您可以拿您手中的键盘 打破国外实打实的技术封锁 并不是架构和指令级相关的方面 而是整个半导体行业的封锁 如果核心技术我们能买到 或者是用市场能换到 美地XXX能是现在的样子吗 那么第三个问题 为什么国产系统编程还是英文 这个问题啊 其实还是生态体系的问题 计算机是从美国诞生的 它默认的语言就是英语 至于说中文编程 你是打算呢 用中文编程转化成英文编程 再转化成机器语言呢 还是打算重新设计一整个流程 从中文编程直接到机器语言 从硬件入手从头开始呢 那么前者消耗成本太过于巨大 而且意义并不大 反而会脱低效率 后者则是直接挑战了 整个IT行业的基础架构 凭什么全球的程序员 都要放弃他们熟悉的汇编语言 来跟你玩呢 对吧 至于什么叫机器语言和编程语言啊 比如说咱们常接触的C 或者C++都是编程语言 而CPU呢是让二进制的 也就是零和一 无论你用什么语言 到最后都要变成二进制 也就是一长串的零和一 这就是他们的区别 那么下一个问题 国产系统为什么都基于Linux Linux不是美国的系统吗 首先这个单词我并不会念啊 这个只是自己瞎拼了一下 大家呢 知道这个意思就好 这个问题和上边的问题是一样的 还是生态体系的问题 这个问题还是得从几方面来看 比如说 风车独立写了一个系统内核 这个你别以为有多难 很多相关专业的大学生 他的毕业论文都是要设计一个系统内核 好 这个系统内核没有软件 所有软件都需要自己写 市面上常见到的品牌都需要写品牌的兼容驱动 系统内核内存管理进程调度都需要有人来做 谁来写你来写吗 你能保证国人写出来的就没有bug和漏洞吗 比这个Linux还是叫Linux这个系统更加稳定吗 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这套系统自有一套成熟的体系 并且是开源的 创始人是芬兰人 后续加入了美国国籍 Linux的系统安全性很高 毕竟圆码都给你了 你还想怎么样呢 基本不存在后门的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还要重复的造轮子 才是愚蠢的行为 半导体行业有很多需要我们攻克的难关 好钢要用在刀刃上 那么下一个问题 购买MIPS指令级是否代表龙心已经失去了国产自主的光环呢 在这里啊 我谈一点个人看法 那么以下看法都是基于风车自己的看法 好吧 先陈述一下事实 龙心的确有购买MIPS指令级的行为 这个指令级也并不是国产的 并且和ST也就是一方半导体合作流添 那么回过头来说 指令级是什么呢 举个例子 指令级就是文字语言 和英文的26个字母没什么区别 如果你有兴趣 你可以自学一段时间 然后重新定义一个自己的指令级 比如说我叫风车的指令级 这只是一个代号 当你发布以后 你看有多少人会加入你这个指令级 来为这个指令级设计东西呢 关键的点还是在怎么用和生态体系上 一加一和一加一是没有区别的 有多少人用和如何从加点乘除 上升到风车函数为低分 才是关键 风车站在荣心的角度上来看 全球大的指令级就那么几件 X86和Windows基本捆绑 ARM虽然是IP授权 但是很难拿到内核授权 无法进行大的更改 那么在这个时候 允许加入指令级 且开放的MIPS64走入了眼前 说句实话 选择它 我真的不觉得意外 那么下一个问题 龙鑫的重要性到底在哪里 怎么说呢 这个问题其实是零和一的问题 国家安全不容忽视 打起仗来 卫星被锁死 导弹无法发射 雷达全部失灵的状况 谁也不想发生 准确的说 这种事情就不能发生 所以党政军 能源 金融信息等部门 需要有自己的芯片 这也是龙鑫的出发点之一 也就是维护国家安全 下一个问题 我没看到龙鑫的产品 所以我觉得它就不行 听起来似乎有那么一点道理 因为眼见为实嘛 但是呢 这个问题却很难回答 首先你没看到 就觉得它不行 那WiFi你看到了吗 你不依旧在用吗 况且 龙鑫的产品 目前是在淘宝店有售的 您只需要动动手指 就可以查询到 最新的3A3000台式机电脑 售价为4999 在开发者商城 还有减1000的优惠券 现在您真真正正的看到了产品 买台支持一下呗 好下一个问题 龙鑫一直在努力 好了 这点我已经知道了 那风车 你建议我们去花钱购买 龙鑫的电脑吗 这个问题其实真的很难回答 怎么说呢 风车目前只建议爱好者和有决心成为爱好者的人新加入新购买龙鑫的产品 为什么 因为在这个世界你不是使用者 你是研发者 生态问题太大了 不适合大家用 没游戏 没软件 现在看到视频 脑子一热扔了好几千 到最后吃灰 消耗的还是龙鑫 国产 等词汇的口碑 我希望大家能冷静一下 给国产一些时间 让前人铺好了道路 创造出更好的生态体系 普通用户 再慢慢的进入 话又说回来 目前最新的3A3000电脑已经可以进行轻办公 也就是处理文字 处理表格 然后呢 看看视频 这些都是可以完成的 所以如果您只想体验一下 用它来做学习机 或者是用它来做轻办公的电脑 3A3000呢 其实是可以考虑的 好 那么下一个问题 风车你说了那么多 你买了吗 你要没买的话 你凭什么说我呢 哎 我就知道 肯定有这种小坏蛋 来刻意的带节奏 自己洗不白 就把别人拉黑 我没买 这是事实 尽管我说过 在国产半导体行业 尽我所能的支持国货 是我的信仰 所以这看起来 似乎有那么一些冲突 也肯定会有人这样说 你都没有买 你凭什么说我呢 那我为之奋斗的东西 是什么呢 是我从龙心俱乐部申请到了一台3A3000的电脑 和深度中标麒麟等国产系统的安装光盘 是龙心标准开发编程书籍 并且解决了龙心视频的拍摄权和视频版权问题 从制作到发布相关的障碍已经消失 这样说各位观众开心了吗 那么下一个问题 我能用龙心电脑做什么呢 放轻松 放轻松 国产电脑并不是吃人的洪水猛烧 下期视频 风车会从最基础的办公软件开始体验 从文字处理到表格PPT 从网页浏览到PDF文档编辑 还要尝试搭建一个NFS 也就是网络附加存储 会完完全全的录制下来 如果有机会 我会做一个长期的系列 会做更高深的和更宽泛的视频 比如说体验其他的国产系统 他们的发行版 比如说尝试搭建外网的NAS等等 也就是NAS 回归一下主题 大部分国产系统都是基于Linux 而Linux能做到什么呢 我只能说 Everything 那么在这里 风车想和你们说两句掏心的话 我用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 终于和龙群俱乐部达成了首次合作 从最初的不被理解和群里人发生争执 到后来我服出的行动 让龙群俱乐部对我的态度有所转变 最终 视频版权问题得以解决 首次合作达成 我申请到了龙群电脑3A3000 龙群俱乐部还送了我一款 价值380元的一图软件 让我开始着手制作龙群系列视频 龙群笔记 我不是在诉苦 也不是在为脱更那么久而做辩解 这只是实话实说 我想让更多观众了解到 有那么一群人 为了国家安全和生态体系而努力奋斗 未来能不能继续与龙群合作 拿到3A4000 龙群笔记本等其他产品 继续我们的龙群笔记系列 全看各位观众的了 换位思考一下 如果你是风车 做视频产生的费用和精力都不提 做的视频没有播放 没有弹幕 没有评论与你互动 怎么舔着脸继续和龙群俱乐部 说咱们的新产品能不能继续帮我申请啊 所以本期视频和以后的龙群笔记系列 求收藏 求点击 求赞 求评论 求糊涂 风车 鞠躬之邪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